圣名二十三的应许 第二个包袱 是永不满足的包袱 圣名二十三的第一句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欠 我实在一无所欠 永不满足的监狱 你见过里面的囚犯 他们需要一些东西 他们需要大一点 漂亮一点 快一点 还需要仇身 他们不是想要很多 一样就够了 比方一份新的工 一辆新车 或者一间新屋 甚至一个新的老公 或者新的老婆 一样就够了 有了一样 他们很开心 自然就会离开这个监狱 永不满足的监狱 齐碧之过得没多久 他又觉得 新的模特太旧了 份新工又被人欺负 旁边屋的电视机有高清 我的新的老公 我的新老公 我的新老婆 很多缺点 放弃假释 再次入狱 我现在是不是在监狱里面呢 如果你觉得 还需要很多东西 你觉得 你银行的存款 需要多点 车需要新点 多点朋友 和你喝酒 多点上高级餐厅吃饭 那你可以说 你已经入了 永不满足的监狱里面了 这个是坏消息 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 虽然你在监狱里面 现在有个探访者 这个探访者可以帮你 假释出去的 你去回客室那里等他 在你张桌对面坐的 这个客人 他就是 《圣运23》的作者 达美 他小小声对你说 朋友 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 这个秘密 就是满足的秘密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决 但未在他做牧羊的时代 他经历过很多事 他说 我在天主的数 得到的 多过我在生命中得不到的 我想你和我都需要学习 都需要这句说话 我在天主里得到的 多过我在生命中得不到的 现在试下反省一下 到底你拥有些什么呢 其实你拥有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你的 在美国曾经有个富豪 叫做Rockefeller 在纽约有个地方 叫做Rockefeller Center 是纪念这个大有钱佬的 当他死了之后 有人问他的会计师 这个富豪 他拿走了什么 或者他留下了什么 这个会计师说 他什么都没拿走 全部都留下了 正如圣经所说 我刺身离开母胎 我走的时候 都是刺身的 当天主想起你的时候 他不会注意到你有多少件衣服 几个车 几多件豪宅 天主是想知道你有多热心 你有多少同情心 你有多少爱心 所以当我们反省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是这样 不要只是想 你有多少物质上的东西 那些都不重要的 有一个故事说 在一个麻风岛叫做Tobaco 里面有很多麻风人 有一次一个传教士 去那里和那些麻风人开尼撒 之后他问其中一个人 他说 你有没有一首你喜欢的歌 想唱给大家听 或者带领大家去唱的呢 有一个女人 有一个女人 转转头 前家似看到她 是没有耳朵的 没有鼻 他举起一只没有手指的手 他说 我可不可以唱 看看你们多幸福 其中一个歌词是 我实在一无所缺 这个没有耳朵 没有鼻 没有手指的人 竟然要求唱 看看你们多幸福 全教士被人问 你之后唱不唱得出这首歌 全教士说 我可以 不过唱的方式不同了 我们的行政总裁 CEO耶稣 他诞生在一个小乡村里面 他的工作是一个木杖 他没有自己的屋 他曾经被家人误解 他被他的敌人憎恨 他曾经步行水面 他曾经未审先判 判了他死罪 他又从死者中复活 我每日都跟他聊天 祈祷是什么呢 祈祷不是念经 是我和这个人聊天 和这个诞生贫穷 做过木杖 被人误解 被人憎恨 被人盯死 但是他又有能力 步行水面 甚至从死者中复活 我喜欢每日跟他聊天 这个就是祈祷 如果你每日都这样做 你绝对有理由满足 所以放下永不满足的包袱 现在我想想你和我慢慢地念一句圣语 上主是我的目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再说多次 上主是我的目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再说多次 上主是我的目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嘶 你听不听到些什么 我想我听到 不过不是很肯定 我听到监狱的门开了 所以放下永不满足的包袱 不是很难的 你看到 你有了耶稣基督 你什么都会满足的了 让我们默想这句说话 我实在一无所缺 谢谢大家 您的地平 我可以听到 我实在幻想 我实在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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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